天下积极对阵狼队的第二局上半场 宠爱这边军工场 面对这套阵容掏小丑是真的有点没想到的 这小丑 你说他硬拿嘛 写个剧本上来抓大夫 闷掉一个博命 是不是宝瓶有了嘛 因为他带晚留的嘛 挂飞大夫以后再留一个宝瓶 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 终究感觉不是很好打主要 终究感觉还是不太好打 写写剧本吧 怎么写呢 这个剧本就是上来先抓一个大夫 然后闷掉博命挂飞以后再击倒 还得压遗产机 好像他因为小丑不太能控得住场吧 我只能说个八字了 因为我觉得不太能控住 这宠爱我不知道呀 想象当中这个地图 这张军工场小丑很难打 真的很难打 而且球者这边看到小丑以后 其实这大夫苟住就行了 那我大夫以外的让你抓嘛 这边来啊 草哥板子一拍 就现在对于宠爱来讲 先要排到大夫 然后 看看啊 这边怎么说 不能抓这个武女吧 这武女带飞轮 八音盒踹完以后飞轮CD好了 断你一个巨 哎呦我天呐 打中了 那还行 飞轮CD没好之前 打了一刀 张狂开技能 然后配合闪现 带走这个机导 哎你还别说 停箱50多秒 拉锯 一分钟闪现CD好 一个闪现 这个闪现要看武女 哎漂亮 还是地下室 我地马 哼 宠爱 哎 少爷 真的就是 实力强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这个地下室 要不选择卖了吧 我觉得这个地下室 不太好救啊 因为 薄命点在大副手上面 大副这边过来 冲这个地下室 那不是 往鬼门关里面冲吗 这个 这个武女 应该是不要了的 这个武女来救 吃个双岛 宠爱雪球滚起来 卖掉 外面三台多的机子修完 残局跟宠爱小丑打 你也就一个挽留 对不对 一个挽留 小丑怎么的 你巨子能带挽留吗 你巨子也不带挽留的 开门杖 好像搞得你很猛一样 你没闪现配 你这刀还不一定 打得到人呢 这边压住心理 看一下那边的话 大副赶过来 这个武女也救不下来了吧 现在心理这个位置 打一刀 过去救人了 摇怀表 要过去救的 套上了这个薄命 能救下来吗 能救下来吗 那大副不出来吧 大副要出来 一个往前冲 草哥 草哥 草哥这边 一个落地刀 但是还是得管草哥 这波救人 有一说一宠爱 被这个救人 其实拖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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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 要注意现在外面是全员满状态 这边看待遍还想打架 小兄弟 你还想跟我打架 这把穷者的飞轮倒是都没用出来 还来还来还来 磁铁都丢歪了 夏哥这边说实话有点紧张 6秒钟的CD CD好 这边人牵起来 再丢块磁铁 能操作吗 能操作吗 夏哥 还有操作 放一手 有飞轮 有飞轮 有飞轮的 看待员这边 以刀为代价 拖的时间 这舞女是不是带三摇的呀 所以说这样子想来打 10秒钟的闪现 说到底还是这波被 那个大副给救下来了 因为这波博命套上 其实对全者来讲 你就看待员刚才就算不来 他留有这三块磁铁 也能打 就是看待员这波来 那你说那亏嘛 反正拖了一轮时间 又没倒地 不算特别亏 赚呢 你也说赚不了多少 就55开吧 平 打了个平手 这边小丑 闪现过来打飞轮 漂亮 谁说我飞轮用不来的 哇 这手飞轮 兄弟们 这手飞轮 属于是一个纯粹的预判 应该是根据红光的一个判断 就这个飞轮如果说你是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如果说你是靠那个 就是反应的话 以人类的反应 我觉得是反应不过来的 这个飞轮真的就损属是预判 那是外面的机子可以压好 这台是台新修的机子 机子压好的话 大副顶过来救人 从外这边赶紧顶出去 心里这边 卡板子 能把这心里抬了吗 心里 哇塞 机子是压好了 先把心里挂上 但那边勘探员应该是能救下来 三个人的话 穷者这边 勘探员救下来以后 要不要过来 这个 大副有怀表 勘探员 我觉得不要过来了 这勘探员拉开吧 勘探员拉开去天门 大副这边的话 手里有怀表 其实可以救人的 是可以救人的 吃一刀就吃一刀 但我大不了顶怀表救人吧 顶怀表 这边小丑是判断了一波大副的走位 两个人在这边 那一个吃刀 另外一个亮机 密码器直接点亮 啊 我真的是赌 我就赌我这个怀表的最后一段 我这手亮机亮的有点 勘探员现在手里面是两块磁铁 我就吃你一句怎么地 搞得好像你能打我第二刀一样 大副那边点门 勘探员的话 手里面有磁铁有飞 飞轮20秒 感觉能拖出来 感觉能拖出来 这个局宠爱基本上已经没有迎面了 已经没有迎面了 甚至勘探员拖出来以后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地窖是不是在中间 地窖如果在中间的话 勘探员走位溜一波 有没有可能这边的话 虾哥蹲了 虾哥蹲了 地窖在中间 虾哥 门已经开了 没排到人 没排到人 勘探员这边是有飞轮的 飞轮 但是磁铁没丢中 磁铁没丢中 磁铁没丢中 磁铁 弹开 锯子浇掉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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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子CD好了 这边的话 要把入网会打 漂亮 哎呦 彻夜吧 真是惊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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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